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真法 2020年菲律宾政府能源预算案讨论时 有参议员呼吁对中国部分拥有菲律宾国家能源网的安全隐患进行调查 2007年年底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两家菲律宾企业组成的联营体 中标菲律宾国家输电网25年特许经营权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单一最大股东拥有40%的股权 两个非方股东各拥有30%的股权 其后三方共同组建了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NGCP 2009年1月正式接管运营菲律宾国家输电网 非参议员李沙·洪迪夫罗斯对北京的控制范围提出了质疑 只要系统运行是由中国工程师控制和管理 那他们每时每刻都控制着我们 之前CNN发布报道中表示 在一份为菲律宾议员准备的内部报告中称 菲律宾电网完全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有可能在发生冲突时关闭 该报告还称只有中国工程师才能接触该系统的关键部分 对NGCP的输电网络进行故障排除操作和控制 这是因为NGCP的远程监控系统位于中国南京的南瑞集团旗下 从理论上讲北京的命令可以远程关闭该系统 还有人报告说系统使用说明书是中文的 菲律宾工程师无法操作该系统 除菲律宾外 南京南瑞集团的数据采集监控系统 同时为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家的电网 提供远程控制系统服务 CNN报道中表示承认中国没有对外国电网进行攻击的历史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旦又迫在眉睫 只是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参议员尼莎红帝弗罗斯表示 CNN报道中的报告是真实的 他要求国家输电公司Transco的负责人核实北京 是否可以通过远程设置关闭非国家电网 参议员能源委员会主席加查利安做出了回答 国家输电公司总裁告诉我 通过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 可以实现对电网的远程操作 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有机会遥控切断菲律宾的供电 加查利安说国家输电公司负责人说 他们已经做了相关研究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可以通过手动操作传输线接过控制权 这意味着如果一旦发生断电 需要通过手动操作才可以恢复供电 而这一过程估计要24至48小时 加查利安补充说 系统使用中文手册已经被翻译成英文 他还告诉议员们 与中国签订的特许禁营协议中 有一项条款赋予菲律宾总统 在公共危险情况下收回所有能源资产的权利 并补充说国家安全将得到100%的保护 但是该条款仅在只要我们没有受到入侵时才实用 他承认如果我们受到入侵 那么他们把我们拒之门外 那将是一个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作为菲律宾企业合作伙伴 参与非国家电网公司项目 为非民众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电力服务 目前项目由非方负责运营管理和维护 中方企业因非方要求提供技术支持 所谓中方控制菲律宾电网 威胁菲律宾国家安全完全是无稽之谈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